凭节目《爸爸去哪儿》爆红的男神张亮 4月1日以模特儿身份到香港走秀 吸引半百粉丝捧场 他不停向粉丝挥手大叫朋友们 又摆出竖拇指招牌动作 他打头针带着一位小演员走天桥 引起全场粉丝欢呼 一直都想再生一名女儿的张亮 表示会借着内地放宽二胎的政策而趁机造人 目前算是吧 应该是还在努力当中 因为刚刚大陆刚刚放开 二胎前开不久 所以我最近抓紧牢 最近抓紧牢 刚刚在北京与一众萌霸萌娃 庆祝完32岁生日的张亮 表示当天儿子天天用陈蛋糕的纸盘 画了一幅画送给自己 而老婆也送了一条贴身内裤给自己 但对于生日会当天 林志颖没有到场 而被外界认为两人之间发声不合 张亮就直斥 谣言真可怕